Hello 大家好 这是康康 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陶朗家了 你会读吗 这个名字 其实不是这么读 然后这是北岛的一个海滨城市 据说很多奥克兰人在晚年的时候 就会跑到那去退休 然后这次旅行的重点在于 我们做了一个房车营地 然后呢我们没有房车 但是我们有一辆车 而且是跟抢克借的 然后这辆车后面铺上了 很白的床单和海绵垫 然后我们晚上就会在那睡一晚上 跟很白的床单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感觉床单已经有点脏了 而且那不是床单 那是那个海绵垫的套 然后呢 重点在于我们 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住宿费 和我们租车的钱就都省了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 真的是挺穷的穷游 这样我们就可以花点钱去 买点啤酒去海滩喝了 啊啤酒 我们现在就收拾行李 然后我们刚去超市买点东西 哈哈哈哈 出发 沙拉没问题 今天我们来采购零食 我可不上店 我可不上店 哈哈哈 AKK整了四瓶水 贼的啊 好 这就是我们的要睡的地方 我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是很厉害的 哎呦 哎呦 哎呦妈呀 哎呦 舒服吗 啊 感觉不到点 很舒服哎 对啊 但是如果这个窗子 这就突然出现一个人 我会吓死吗 你从外面看 你看不太清楚了 现在是九点半 我们出来的有点晚 这是我们的所有行李 还有IKK的熊 我们要出发了 其实我挺紧张的 我们来看看 我打小几个楼 你这边 大家可以感到 我现在的 credibility 我一定要做 我这样一幕 我如果等一下 我们先把他们的 他们把小小 flag 你们家的小谷 我们下注 我们下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边就是我们的营地 好的 我们现在正式到了这个公园里 这么多车人 傻的 天呐 然后我们就在海边 所以你看现在是不是有原因的 对 就是34 32 就这就这就这个这个spot 这是我们的小椅子 我们现在这个营地那边就是海 所以我们一会睡在这个车里 然后直接就能看见海了 然后我们的营地是30号 就在最边上的这个地方 整个营地还挺多的 但是我们是在沙滩正前面 看我们这个营地是不是无敌 上面就是山 太完美了 太迪说什么 我去救命啊 他想去跳海吗 我可以保证把他扔得很远 他说这儿没坐了 坐满了 这个位置真的是绝了 真的很酷 而且旁边就是去上山的步道 只有很多人在这走来走去 旁边也有很多我们的邻居 不少人都是有帐篷 然后也有自己的那种房车的 然后一个晚上才50块钱 就是在这儿啊 在现在这样的季节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住一晚上 这个位置绝对不可能50块钱能够躲到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还没找到洗澡的地方和厕所在哪儿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躲在车里换用衣 你刚说啥 换衣服下来 我们的营地在那边 明明就是在山脚下就有海滩 IKK非要我一脚深一脚浅 踩着沙子一步一步走到那边去 就是贼那边 这边明明都可以晒 它现在就是怪力乱神 力量大的不知道哪来的 完就一直使劲往前走 飞下去那俩小黄芹这么点 我已经有点卖不动了 对 对 同志们 我们刚才下海去被浪打了一遍 像成功堕浪的姐 但问题是 实在是太惨了 有一群十几岁的小姑娘 站得离我们远老婆 也都在海里面 我就在最外面 IKK还算可以 哇 太阳来了 完了 涨潮了 水已经到我们脚底下了 这就是 我们可以洗澡 上厕所的地方 真的还挺干净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刷卡的 你要拿 进来的时候发的卡去刷 但是我们刚才忘带了 是个大爷给我们开的门 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个公共的 洗澡的地方 洗完澡感觉好舒服 但明天我们要上厕所 我们就得从那边走过来 还好没几步路就到了 就是得记得带那个卡 真的每一个房车都不一样 然后大家都是 还有人带衣架 在这晾衣服的 是这儿吗 对 是这儿下去 还有人搭这种小棚子的 我感觉洗澡的地方都很干净 除非就是那种 就是想真的想住特别奢华的酒店的 大部分人应该都觉得还ok 哇 闻到烤肉的香味了 对 我们很近 这就是我们车了 然后这就是Mont Manganui的地图 我们现在就在这儿 看到旁边这一堆小格子嘛 我们现在就在边上 这个停房车的地方 在沙滩旁边 然后明天就会选其中一个路线 上山去走一圈 可能红色的这个路 路线是比较适合我们的 今天我们就是俩新西兰屌丝 睡在这里 坐在路边 看着一堆人走来走去 然后听着海风 现在感觉有点困了 晚上我们决定去整点儿 新西兰本地美味佳肴 比如说炸鱼薯条或者披萨 这就是本地屌丝放松的小日子 看着这个路线 我们在一起 看着这个路线 你看到这里 看着这个路线 再有点小的路线 看着这个路线 我看着这个路线 ただ有点小的是 很可惜 晚上啊 Mountain Nui 色色 其實有一點 鋼琴曲的感覺 已經很黑很黑了 除了海浪聲 還有遠處的船 也看不見啥 居然還有一些人在這 在這麼晚在山上走來走去 相機裡看的比實際上 黑一點 所以估計今天晚上我們也拍不到啥了 那我們就 稍微休息一會睡覺了 明天再拍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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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